众所周知 孙瑟他前期的典型特点就是又肉伤害又高 但是只要到了中期 对面防御装一做 孙瑟就秒不掉他了 而且孙瑟缺乏后续输出 如果你一套才打了人家半血 那很可能就会被人家反杀 所以我们选择戴上惩戒 出个黄刀 滚起雪球 将前期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就像这一波 我把和线拿了 冰线清了 都跑到中路了 夏师傅才刚刚切完线 被干将跑了没关系 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目的 一分钟第二波中线交汇 直接清掉 这可不是蹭线啊 我是出了黄刀的 你看小乔经济比我还高 这样对你和中单都好 对面满血镜师傅对吧 我跟小乔直接当着四个人的妹 把他秒了 这镜估计人都傻了 这怎么回事啊 对面打野都没来枪 怎么被一个孙瑟给宰了 这波如果我们家阿克也过来 至少能把夏洛特也收了 对吧 这就是利用惩戒将孙瑟前期的优势 发挥到了极致 接着把和线一拿 我现在是半血 而且阿克也没有过来 不然我们直接把禁禁了 不是 我们直接把禁蓝去禁了 这波支援就算没有拿到人头 我们也是可以 稳持一波中线和一个和线的 但我们的对抗路 只损失了一个小兵 我损失夏洛特也损失 我四级夏洛特二级 你说他能干什么 他别说出塔了 根本不敢靠近 但凡走近一点 就是一套秒杀 那第二个和线 毫无悬念也是我们的 这边镜师傅想报仇 带着干将一起过来追我 哇 你怎么敢的 我这叫快速清理兵线 配合成绩 一秒清兵 成功撑到队友过来支援 发起进攻 阿克发育了那么久 是时候输出一下了 先把这个镜秒了 但是干将看着镜师傅 马上就要死了 一个一技能 把自己送到阿克脸上 这不晒是什么 是什么 应该是菜吧 总之我们也是 直接拿晒干将 孙策前期本来就强 再加上黄刀 我们基本上就有绝对的线权 支援肯定也是快夏师傅一步 再加上孙策大招的开船拉人 等对面的支援赶到 被我们开刀的人已经没了 这边飞飞公主 应该是差一次能量 没有大招 直接把他拿下 镜师傅和夏师傅都过来了 我先空个一 本来就有经济优势 再加上我们是有的打手 那真的就是随便打 镜师傅落荒而逃 那夏师傅打我 可以说是相当的刮杀 我再空个一 残血以为自己跑得掉 别管这么多了 这边中线到了 低情商会选择把中线蹭了 高情商会选择等小桥来了一起吃 但是我脑血 不是超超超高情商 直接回家开船接小姨子一起吃 感动坏了吧 上船 你上船呀你 开船装干件 往左跳躲避他的鸡飞 一技能接成绩 三段二技能直接拿下 这伤害看到了没有兄弟们 这是晕眩孙色 闪现孙色都做不到的 一般带晕眩的孙色 秒脆皮必须大招撞上 然后一技能接晕眩 把一技能的伤害打满 然后2A 2A 2A才可以秒掉 因为经济不高嘛 必须要把伤害打满 但是黄刀孙色 经济高 配合黄刀的真杀就 就随便打 不需要把伤害打满 也是能秒的 然后我问小姨子 刚才为什么不上船 原来她刚才喝了一口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喝水是中路的大忌 喝一口水就会错过上船的机会 大家看小地图 夏师傅还在前面 我们又开船去中路了 对面这都不是简单的次打我 他们打的这五个人里面 还有一个经济巨高的孙策 这对面怎么打嘛 看一下经济面板 我4500 马可3500 要知道马可是一次都没死过的 一直在发育的马可 中线又来了 再去层波线 黄刀不吃经济的 这对我和小小来说 嗯 我好 他也好 开局六分钟 经济碾压 比对面射手还要高一千 这就是黄刀孙策 这波没有大招 但是进龙坑丝毫不从 从开局就压得 静师傅抬不起头来 直接横扫天军 这边我死了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黄刀孙策 刷经济刷的贼快 不过黄刀孙策 相比于闪现孙策 晕眩孙策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 我在视频结尾给大家说 这边我们也是 无敌编路节奏好吧 无敌编路节奏 是时候上BGM了 不好意思上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